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這段影片主要會和大家看一看Polygon Talester在Richmond這個項目的售樓署 因為我還在香港 所以我的助理是Carrie 大家之前都見過她拍片 幫我進入售樓署拍攝所有建築模特兒 那邊的圖片 還有示範單位 解釋所有層面 待會會將時間交給她 我和大家補充一點的一點 就是這個樓盤 因為上次未有這幅建築模特兒 所以沒辦法可以很清楚解釋給大家聽 那座樓 因為是第一座 附近的櫃是怎樣 我們多說一些位置 這個是Richmond 這條路是Garden City 然後這裡是Captain Way 這邊是Sesmith 即是商場 智地廣場那邊 全部是這裡的 Captain Station 都是在Captain那邊走過去 這次Polygon 整個範圍大家可以看到很大的 我們第一座樓Aurora就是這個位置 這是第一期開賣會建好的建築 未來其他住宅樓宇都會分佈在其他地方 你看到這些是建築 然後Aurora的北邊有個公園 所以之前為何說向北邊也有些東西看就是公園 向南這個位置現在沒有畫出來 因為現在是日care 和 church 然後東南近Garden City 和下面這條路 中間夾著這個位置 這裡是一些樹有Parks 就會是六座樓高的Rental Homes 市場 市場 另外大家可能會比較關心的就是車路是怎樣走的 現在這一條是Captain 然後這一邊就是Captain 會由上面延伸下來 這一條可以說是屋苑裡面的主幹道 屋苑裡面其實都是很安靜的 會是住在這個屋苑的人才會開車進來 這邊也有一條新的路 暫時連名字都沒有 但這條路是很短的 基本上去到下面一個回合出來 也有朋友去問 那這些路是否可以通去旁邊Garden City和Brown Brown是延伸進來這個位置 連回上Captain 這一條路已經和發展商確認了 主要是Emergency vehicle的通道 即是一些緊急事故才會用的 平時會好像有些Block 這樣去Block 就不讓車通行 而向南的這一條都不是路 這一條是Walking 即是人行的路 暫時不會有車去通去下面 現在有朋友馬上問 那Rental Home的車怎樣 暫時就不知道 因為這是之後的事 現在都不會起的 另外大家都看到附近有其他建築 2、3、2、1 這些都是未來下一期 但未知何時起和落成的 它們看起來很大一塊 大家會看到上面有些號碼 例如12、6 這些是一個計算它的樓層高度 即是可能在Aurora的東邊 這個建築是很長的 但真正高的部分 只在這一塊會高一點 旁邊這個就像Podium Home 就是去到六樓 當然這些12樓、6樓 將來會否改變 這是Carrie確認不到的 但至於Polygon 給出的建築計算就是這樣 好像去到這邊 這個是北邊的座樓 高的樓層就是13樓 這裏是13樓 這裏是14樓 現在Talister B和C 看起來似乎下一期 應該是這裏的機會大些 不過還未知道 好 大概建築計算分享就是這樣 那些資訊都在我的網站上面 大家如果比較想知道 他下一期會否影響到 現在你買這個單位的景觀 可以自己上去看看 還有可以了解 就是問一下Carrie 我都會給大家一些意見 另外這裏也出了一些新的價單 一房最小的只有幾個單位 就是六十多七十萬左右 由B Plan開始都是兩房 兩房一次、兩房兩次 分別小的B Plan就是七十萬中開始 Plan C就是八十萬中 Plan D是八十萬尾就是九十萬 Plan E就是差不多接近一百萬 Plan F就是差不多一百一十五萬左右 City Home也是一百一十五萬左右 剛剛說的都是Styling prices 大家計算樓層高上去 每層都會再貴一點 接下來可以看示範單位 有需要想去的朋友可以跟我們再聯絡 書籍的話也會在九月底 好了 現在快點看 大家快點去片看Carrie的樓盤 Hello 大家好 是Carrie 我們今天就帶大家來看看Polygon的新項目 Tally Star 我們首先講一下地點 Tally Star就會在這裡 我們銷售的第一座就是Aurora 它就會在中間這裡 它就在Garden City 隔Cambie 大家可以看到周圍都有很多商場和餐廳 這裡就是置地廣場 向上就是新城市廣場 再走過來這邊就是八百半 如果要走路一點點就是Albertine Center 大家可以看到Captain Station 天車站就會在這裡 走路大概七分鐘就可以到 大約十二分鐘就可以到機場 以及二十分鐘就可以到Downtown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周圍 這裡就是Costco 而下面這裡都有很多餐館和廣場 Lang Sun Station就是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就是向南方向 下面這裡就是大概全部都是Amenities 下面這裡三個都是City Homes 以上就是Residential 然後我們再去到十三樓就是一個Sky Lounge 這次有些特別的就是它的外場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岩打樹的橫條 這些全部都是Lighting Fixture 五眼綠色的這邊也有的 還有這邊 這些是不會影響裡面室內的 是只會在外面可以看到的 那你如果住在裡面的話 是看不到這些燈的 是影響不到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Simply一個Design 由這邊Catcheson Road 到這裡就是向北 大家可以看到一樓和二樓 全都是Amenities 燈光很不好 大家可以看到一樓和二樓 全都是Amenities 這裡就有一個很大的籃球場 裡面也有健身的回所設施 有個Yoga Room在這裡 然後這邊就是有一個Hot Tub 和一個遊泳池 以往直接出來都會有一個小型的Hot Tub 正對北就會有一個小型的Garden Area 大家可以看到三樓 全部的這些單位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Balcony 這些條都會有一個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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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是直接接上去Catcheson 我們現在就帶大家看一下這個示範單位 主要兩個Color Scheme 今次Aurora是會用Earl Grey 給一個淺灰 加一個深棕色的顏色 另外一個Color Scheme 就是給一個白色 更乾的顏色 Kitchen Cabinet就會是白色 加一個米黃色 然後Kitchen Countertop 桌面和Back Splash就會是這個顏色 首先先介紹一下這裡的廚房的設計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Back Splash和桌面 都是同一樣的Quartz Countertop 是一塊的 所以不會看到有一條條的Growth 然後這個Sink也是26寸闊的 加上這些Accessories都會包在這裡 下面就有些柱目空間 以及一個recycling 以及一個garbage bin 旁邊也有很多的柱目空間 上面也有很多鬼筒 很多compartment 這裡就是一個30寸的爐頭 明火的爐頭 今次Arowa用的 就是一個意大利品牌 Birdazzoni的一個電器package 爐頭下 大家可以看到很大很大的柱目空間 上面就是封罐的位置 這是一個拉出來的盒盒 我們來到這裡 就會有一點點不同的Color Scheme 就是那個深中色的柱櫃 讓大家看看 Push to open 而且這裡的焗爐也是Birdazzoni的 冰箱都會是Birdazzoni的 下面就是冰櫃 然後加一個放冰的地方 這個island 看到沒有星盤 所以就給一個乾淨和簡單的island 下面也有很大很大的柱目空間 有四個很大的櫃桶 來到這邊 可以看到一個outlet 有些特別是 它有兩個Type-C的 這個charging outlet 很闊塘地坐到三個人 而且下面這裡 也是有櫃的 所以就有很多儲物空間 有些單位 這裡會有一個 升降到一個workstation 那大家 可能 那跟大家先說一下 這些wallpaper和這些panel 是不包的 是主要是 display only 我們現在來到客廳的位置 下廳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樓底是大概八尺六 去到的catch in area 可能會有一點的drop down 可能去到七尺六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panel 都是 display only 有些bulkney 就會直接可以出去 我們今天看的 這個積是一個 稍為似一個 E2的floor plan 好了 我們介紹一下主人房 我們進來 就可以看到 這個示範單位 是放了一個 queen size bed 旁邊兩邊 都有空位 可以放置床桌櫃 我們如果走這邊 進來的話 會通過一個walk-in closet 直接進去主人房的廁所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organizer 都已經是included 這邊也有一些 additional organizer 有櫃筒 好了 進來主人房的廁所 大家可以看到 沙面牆 都是鋪了磚 它是一種 稍為淺一點的灰色 和地上均勻 差不多是同一個顏色 有兩個sink 下面是儲物空間 原浮色的cabinet 然後這裡有兩個medicine cabinet 加了一些燈條 開了進來 裡面也有一塊鏡 很漂亮的 它就配了一個白色的countertop 這邊也有 每個cabinet 都會有一個outlet 這個shower 有一個rain head 下面也有一個可以移動的水龍頭 都是colar的 然後再加了一個quartz bench area 可以讓大家坐下 或者放下東西 這個就是一個座廁 房間和廁所差不多是這樣 就是這樣 它會有一個lounge area 大概的這個style 就是這樣的感覺 有一個深深的顏色 kind of like a resort feel 這樣的感覺 會有一個fireplace 這邊有很多這些灰色的tiling 然後會有一個maybe a very grand 有一個future wall 我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more detailed 它這裡的回溯設施 好了 讓大家看一下這裡的回溯設施 我們這裡就是ground floor ground floor 可以看到這裡有個游泳池 加一個hot tub 有些sauna和steam room在旁邊 走到這裡就是lobby正對門 這裡有一個lounge area 有一個island和一個廚房可以使用 有些餐桌 來到這邊就是一個大的籃球場 這個lounge area 直接出去也有一個barbeque 一個patio 最出去就是這個小小的一個花園 還有花園這裡也會有一個很小的一個hot tub 和一個sauna 我們去到第二樓 這裡就是open to below 可以看到一個籃球場 這裡就有很多的健身會所設施 這裡也可以看到一個lounge area 這裡有一個yoga room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遊泳池那裡 然後這裡會有一些children play area 可以讓小朋友在這裡玩 然後再加上一個work station 十三樓也會有一個sky lounge的manities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lounge area 還有一個廚房的 那出來就有一些桌子可以坐在這裡 然後有一個green space 那對面就有一些planters 大概可以種一下菜或者花花 那到這裡就有一個children play area 可以讓小朋友玩的地方 那這裡就加一些桌子等等 然後還有一些additional的lounge area 和patio area 那這裡附近就有個風泰超級市場 是一些中式超市 walking distance都可以走到 那這裡門口都可以泊車 亦都可以走路過來 那現在我和大家看看這個超市裏面 裝扮很中式 Carrie第一次來到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自己好像農曆新年 但發現她百年如一日 每天都是這樣的 那買完東西 那和大家看日落吧 拜拜 漂亮嗎 那全部的兩房都會包一個parking EV parking 那一房單位是不包parking的 那大家如果有其他問題或者有興趣的話 可以直接連絡大carry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Thanks for watching 就是其他的歌 那旁邊的樓 那旁邊的樓 都會有其他正在建的樓 那那是真的好 那我認為第一次 那在下廳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樓底 大概會有八尺六 那樓底是大概 樓底大概是八尺六 那大家如果有其他的問題或者興趣 可以截至連絡carry 大carry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了 那那是真的好